起立 早安,師傅 請坐… 你們有那麼多問題 看來小巧也沒用 不如讓你們問好 好… 好… 只要問 只夾了一點點 就是天干六合、地枝六合 三合會局、三合會坊 你們好像那麼棘手 三合會局的夾和鞠 我不知道分別是甚麼 夾有很多情況 不一定要會局、會坊 例如我,人、神 接著,五、神 看到甚麼關係,人神、五神 神神是有暗門? 遙,是否叫遙合 神神是遙合 神神遙合 還有呢 神神是三合會合 這是不是暗門嗎 不是,神神是暗門 加強了水的力量 人五也合,師傅 人五合,加強了火的力量 還有呢 還有甚麼 還有人神也合 不是,是新神… 新神… 不是說了嗎 說了嗎 新神… 沒事 怎麼了 沒事 我看不到那個圖 還有甚麼 人身相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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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懂… 是夾… 人、某、神 人、神夾著母 神和五原來是夾著字 是 五和神是夾著尾 不是,五未生 神至五 原來這個八字變成人、某、神、智 五未生 普通只有八個字 這個有多少 多了三個字 那就有11個字 原來八字 多的字 八字力量越大 有形有蔥的八字 蔥就會減弱力量 除了肚和肚相衝 不會減弱 因為肚和肚打架 例如神卒、醜味 它不會減弱 所以要加強了 所以肚和肚相衝 就越衝越旺 當作人身相衝 人是木 生力金 金和木相衝 是否減弱了木的力量 或者減弱了金的力量 所以記得你看八字 原來你的朋友的八字 合了這麼多字 我不知道為何人、神會夾出貌 就是人、某、神 人、某、神合 師傅,你不是說匯方 不太紅嗎 人、某、神合 這個叫夾 我說過 人和某是沒問題 某和神是沒問題 人和神,你有嚴重嗎 剛才人和神說中間夾過某 是否真的是我們匯方背的口 如果有頭尾的話 就可以夾中間出來夾 沒錯 匯方就不行 匯方可以匯局,就有半匯也可以 匯方有半匯… 匯局有半匯,匯方沒有半匯 但如果人和神可以夾… 不僅僅是人和神 神和五是夾一個字 神、字、五 中間可以暗中多一個字 五味生,中間可以暗中多一個味 那拱呢… 拱就是神和神 神和神,就是拱一個字 神和神和神,暗中拱一個字 這個叫拱 拱 這個叫甲 師傅,我想再問一下 那個甲,你說神、五都可以夾個字 對 簡單來說 如果我的地脂跳了一個 就可以夾中間的出來 沒錯,差不多一定夾得到 所以如果四個字都是隔著一個 隔著一個,隔著一個 你肯定能夾到三個字 像我現在說的 這些八字不是很好嗎 九成是好的 因為師傅,你說多字 不是的,人某神 木的力量就大了 字五味,火力量就大了 整個八字的力量大了 所以格局變高了 如果我的八字不需要水焗 那是好東西嗎 不用不用水焗的 總之八字大了的格局 與你用神無論是甚麼水焗 只有金國、火國都沒所謂 沒錯… 等於杯子變大了 對 容器大了 容器大了 容器大了,格局就變高了 有機會做了一級的人 所以有時候看八字 平平無奇 原來真的要很仔細地 人某神有格 因為你只看這個八字 人神五身,你不覺得有東西 原來仔細地看 人某神字五味身 就是一個大的格局 原來很複雜 對,所以這些全都要在腦裡 你不會寫那麼多東西 但你的腦裡要有這些字 師傅 是 我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會水焗那裡 我當作會水焗是新子神 你說過是伴會的 例如新神也可以… 也算是 那是拱 剛才教完,你不停的問題 沒錯… 新神拱了紙 對,拱了紙 你曾經說過 新子神如果有兩個字 他也是有力量的 對 如果他拱了紙 我算是有2.5個嗎 不要這麼具體 因為我純粹在想… 記住,看風水八字 最高境界是甚麼?有教過你嗎 端鼓… 如果你這樣問 你這輩子也學不到八字 好… 不要說這個有2分,這個有2.5分 這個我以前也有教過,怎麼用呢 我要寫電腦計劃的時候 就是他 電腦計劃不知道是黃強衰弱的 甚麼是黃呢 原來90分也算是黃 甚麼是好黃呢 150分也算是好黃 你給電腦計劃,是你的 20分也算是藥 真是科技 但我想再問一次 新子比紫神… 不是,新子最強 紫神是第二,新神是第三 可以這樣算 因為新子是金,可以生水 因為紫神是土 新神暗拱的紫就更弱了,對嗎 新神暗拱的紫更弱? 是的 有說是天干合大,還是地支合大? 沒有,兩種不同的東西 完全不適合 都是剛才的答案 先把這個交換 好,好 蔥,你們全部懂,對吧? 不用死記了,又是這幅圖畫給你 愛、子、丑 吳、人、某、神、智、五、味、身、幼、褻 蔥,記得怎麼看嗎? 打斜 對,打斜蔥 人、身、蔥、醜、味、蔥、子、五、蔥 自害、蔥、某、幼、蔥、神、褻、蔥 蔥就減弱了力量 年是子,月是五 這樣叫父母功相蔥 至少家庭比較混亂,父母不配合 如果剛好她仍然是財 是孕 現代有父母離婚的機會 因為孕是看媽媽的 財是看爸爸的 這個財、孕、雙蔥 就容易父母婚姻出現問題 我想問,如果子和五的位置分別 就是在月枝和日枝位置分別 不一樣,是夫妻功相蔥 我想問,夫妻功相蔥 這就是子和你功相蔥 那不是說年同月… 就是父母 還要逐個吻嗎 剛才不是說了 是這樣的 即是要握手來教你嗎 可以了…明白了… 因為我想牽涉父母的位置 我以為父母也會有影響 記住,子五蔥、醜味蔥、人身蔥 某有蔥、神卒蔥、自害蔥 神卒、醜味就是大家肚和肚打架 肚和肚就越蔥越旺 那你自害雙蔥 可能水或火變弱了,對吧 某有蔥、金木交戰 可能金或木變弱了 子五蔥、水火交戰 人身雙蔥、金木交戰 所以水火交戰 金木交戰是有贏有輸的 肚、肚、雙蔥是沒有贏沒有輸的 所以萬一夫妻公雙蔥是兩種肚 就經常吵架 離婚機會不大 如果是子五、某有 人身自害的有離婚機會 子五、某有四個字就有離婚機會嗎 不是,子和五、某和有 不如你說子五、某和有 自害呢 自害呢?自害是否一樣 一樣… 也說有贏有輸,肚是沒有贏沒有輸 沒有贏沒有輸,但也會吵架,對吧 也會吵架 只吵架,但不離婚 就是離婚機會不大 肚也挺和諧的,這個性質 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肚相沖就不吵架 好,記住了 橫是雙合 是 斜是雙蔥 直是 是駭,是嗎? 駭,駭跟村一樣 是駭,知道了嗎?一樣是這個圖 害子、醜、人、某、臣、智、五、味、身、有、術 打直是雙穿 穿或害是甚麼意思 本來是紙、醜、合 是 紙、五、衝 五、衝、紙,令紙、醜不合 紙害了醜 它就不合,所以叫做害 這個醜不傷害 這個五、害了醜,令紙合不到 紙、七、合 紙、五、衝 紙、五、衝 紙、醜就合不到 好,所以叫做打直是害 等於有某臣傷害 自仁傷害 紙味傷害 身害傷害 有術傷害 道理也是這樣 害是很輕微的 所以叫做形、衝、破、害 破只有一個,五、有、雙、破 只記這個就行了 五、有、雙、破 有甚麼用?五、有、雙、破 總之你記住這個名稱叫做破 破,如果看到在旁邊的 就一樣是不好 破 破壞的破 破壞的破 總之就不好 對,還要吵架,一樣吵架 吵架 破是你一對 那個是輕微還是嚴重 衝最嚴重,型沒那麼嚴重 害罪不嚴重,破也沒那麼嚴重 還有一個… 三型 衝一點 繼續再教 小色的時候溫習 你說神術的醜味是… 神術…即使雙蔥也好嗎 因為是暗瘤 神術哪有好 你哪有好 還是否也沒有說過好 好嗎 純粹是配合了地脂 為何神術和雙蔥也會變好 就是配合了東西,所以… 你也不合格 是嗎 不是這樣的意思嗎 隔著一個就好 我何時說神術和雙蔥是好 沒有出的東西 不是配合了一個就好嗎 但如果配合了很多地脂 很多地脂就算好 你說神術相衝和雙蔥 跟他合一個字關甚麼事 不,我正在說 總之是否隔著一個也好 不,只是多一個 多看幾個字就好 對,多幾個字 普通人只有八個字 甚至乎七個字、六個字 算了,明白了 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遲些可能會明白 所以你左邊走 其實很少人 會合到一些東西出來 很少